上 然后亚神的话有四个 就勾心斗角四亚神 A8先跟我说 这几个心机比较真是每次一打牌位 就到了演那种宫廷剧的那种剧情 就各种心机 要么就是带脚后来就慢慢加分 慢慢加分 因为他们现在这个分段 就输一把是掉20分 赢一把是加个四五分 这种感觉你可想而知 那些水车这段时间有毒 就是怎么打怎么输 那前段时间也是各种连贵 各种连贵 我真的是给我打得有点不想打 那这边队友暂停 那这边咱们先废话不多说 咱们先看一下双方阵容 那敌方半俗半仇半男人 然后半俗半亚战队的 就在以前咱们杠杠时代的时候 就还是非常强势的一个战队 所以那这把质量来说的话 那就不言爱喻了 那我们这边的话 小时代还有这个7 我跟7是双排 虽然说7 他菜了一点 但是怎么说呢 菜就菜一点 就身为兄弟 我还是不嫌弃他的 是不是 那这边 可以看到我这边是 打了一个勇气战神 他打了一个兽人 其实是双排这种事情 咱们怎么说呢 就是尽量拿一个双盒去打 一个就是你和朋友双排 就要么你打C 你朋友打中 要么你打中 你朋友打C 那这样的话 咱们把节奏 一个前期节奏和一个中后期节奏 咱们把握在自己的手里 肯定是会比 被队友带节奏要好很多 如果是打游戏就要那种 就钢科队友类型的 真的是你一把游戏打下来之后 你真的什么都不想说 你就只想就卸在一手游戏什么的 太难受了 那这把话 我是和7-7 就是他来打C 我来打中 那像我跟他上排 一般都是这个套路 然后我打中 然后他打C这种 那这边咱们勇气战神前期对线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恶心 Q技能的三段伤 加上减速 还有他超远射程 可以说是在前期对线来说 是无往不利 真的是可以这样说 你看就即使对这个 对线非常强势的 新生傀儡这个英雄 咱们前期也是做过 新生傀儡这个视频 他在前期对线的 可以说是不言暗语 真的很恶心 那这把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想杀这新生傀儡 但是这个新生傀儡 反身给我一个W技能 那这边的话 他给我W技能之后 我这边残血 但是这边双子 还是要追过去 那这边不好意思 我不跟了 是男人 我就靠自己单杀 那这边的话 我确实是跟不过去 因为首先跟过去的话 我这个残血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大杖 只要双过来 一手技能给我 我肯定会死 那这边半速半压 两个人是双排 那这边可以看一下 这新生傀儡的状态 还是蛮多的 我这边也是一个 没蓝的状态 如果给一手Q技能的话 我肯定 杀不了他 因为我技能 什么状态 什么都没有 你让我怎么去杀他 是吧 然后这个双子还在说 一血都不要 那我只能跟他说了一句 我要靠自己的实力 Simon这个时候 发了一个点 然后这个双子也是怒了 就我不管你了 那行 不管我不管我吧 我就高等的来了一句好 这新生傀儡 受了一个急速 Double 好那这边 幸亏到了一个四级 那直接把我这个 W技能点起来 好那这边还是可以走掉 他这边再给我一个W 没有用 他给我Q的话 还可以牵制过一下 但是给W那边 没有能射的人 所以他这个给过来 毫无意义 而且幸亏刚刚就是 有到四级 到了四级之后 即使点了一首W技能 可以加一个盾 抵挡一首伤害 同时 还可以加一下 自己R式的移动速度 那这样的话 他之前期单上 我本来空定一个服的话 就 追着我进行去A的话 我基本上不是很好跑 也是很难打的一个状态 那这边可以看到 我这个勇气战神 前期加点是 在一级的时候 咱们点了一首钱 钱的这个勇气战神 但现在咱们打中路 基本上点钱都很多 因为点钱这个奥义的话 真的可以让你的装备 更新速度非常非常快 那现在TGP助手 也是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咱们控服 还是得靠自己的一个 自觉性和一个意识 比如说两分钟刷第一个服 四分钟刷第二波服 你就自己得控制一下 然后这个还有打野 在5秒的时候去拉野 这种东西都属于一些 对于新手来说 非常实用的一些小技巧 那这边的话 我这前期是先做了一个空空磨瓶 好萌的名字 空空磨瓶 为什么不叫空空的磨瓶 他这个空空磨瓶 这个名字好萌 那这边的话 我是想来游一手 但这边没有到达一个六级 那只能来蹲一手服 我的天 我蹲了一个 这你吗 有毒啊 我这蹲了一个清醒 还要被追着杀 那这边5级的时候 我就主一个Q技能去点 因为前期W技能点过了 所以没有额外的 侍女的点数去点我这三技能 那这边队友能不能来的时候 好这边过来 那这边还是要被杀 那边临死之前 反身给一手Q技能伤害 帮助圆珠骑士进行击杀 那这样的话 咱们临死之前能交手技能 交手技能 当然大招这种东西 就临死之前 打不出任何意义的话 还是不要去交了 因为你Q技能 或者其他技能 你在前期回复速度 还是很快的 十几二十秒 咱们技能就回复过来 但你要是 立马150多秒的一个大 就是临死之前交出来 打不出任何作用 真的是一点用的没有 好这边点一下 这前期到了6级之后 可以说勇气战神的 单杀能力非常强 然后单杀能力强的话 我建议大家出的鞋子 是这个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出三项 因为这个出三项 确实很好用 那大家当然也可以去选择 去出一个攻击鞋子 那这边这个傀儡 真的是空了两种服务 给我打的不要不要的 他这边也是没有放大 他如果放大的 这边说实话 不是很好跑 那边来到下路 看能不能打一手支援 应该不是很难 这边敌方 进行进的非常深入 那边圆珠同龄 Q技能省掉 好那这边还可以回杀一手 完全没有问题 那这边可以选择 去先杀一手 敌方的晴天 猎魔不再去杀晴天 好那这边 大家已经套上去之后 这个猎魔 真是你们日狗了 我就说我最近有毒 真的是这个圆珠骑士 还被这个小牛一刀劈死 有毒啊 大哥 那这波的话 也是因为这 咱们就没有 就三件 你妈 有毒啊 是不是啊 我只是想补个三项 直接回家 但是前期打杠格的话 咱们这前期也是 节奏比较不顺 所以就是导致自己 这个输出能力 颇为不足 就非常非常不足 那这边的话 复活直接下落 那这边咱们家的 游战骑士 临时之前是给了一首 四大 就是前面说那种 毫无转用那种空大 这种大 给起来没有任何意义啊 相当于这个 勇气战神加点的话 我前期加W 其实是不对的 怎么说呢 因为他如果加三技能 他配合打游走杠格的话 还是非常非常好打的 但是我这前期 因为是被新生傀儡 进行狙击的狙击式的追杀 所以我去点了一首W技能 来保密 像其实一般 咱们是可以选择去 怎么说呢 点一个这个三技能 进行增加自己的一个输出能力 那这边还显然 咱们将暴力 狙击直接拿了一手双杀 这个 双排嘛 就肯定要把节奏打出来 塞文这边被劈了一刀 但是没有什么用 还是可以去聊 那这边敌方下TP 还算了 然后躲一下 它们勇气战神的核心装备 毋庸置疑肯定是引刀 有了引刀之后 就猫在人旁边 然后A一下 打出这个 引刀的被动附加伤害 然后再进行使用大招技能 进行追击 当然这个勇气战神连招是有个小技巧 就你大招技能 大到他的时候 然后再给一个Q技能 在飞过去的时候 给一个Q 这是 瞄准来说非常好瞄准 而且敌方也是不好逃生 这样的话还可以省一个后摇 就你Q技能 就你大招技能 Q技能摇过去之后 你Q技能刚释放完 你人就拉 就已经就绑到了对面英雄身上 那这个时候你进行去追杀他 去砍他的话 你这个Q技能的后 后摇是已经取消了的 这把的话不是很顺 所以就选择出了一个冲锋号角 那边开一下号角 来到这里收一手人头 我自己都没想到 我会把这个人头给收掉 但这边我还是有手大招 还是可以继续打 谁敢过来就杀谁 那边大招技能直接摇起来 一刀两刀 直接一个70 那这边大象的Q技能很好躲 尤其他离你就是比较远的那种情况 非常非常好躲他的Q技能 要往左往右躲一下就行了 他毕竟是个直线冲击 好到9级的时候 选择点一手坚振 咱们脆皮必点的一个奥一 我个人是觉得脆皮必点的一个奥一 然后这边三技能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先把就一二三技能全部都点了 然后再去点那下一级的一个奥一 因为如果不点的话 我这边单刹能力 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下落杀个 立马杀个小牛 都没杀掉 好那这边队友是要难 那这边我过来 W技能点点点 地方开粉过来 没有用 好再抖一手 大象的Q技能 那这边没拉到我 这边Q技能再接一下 三连点一下 好那边继续杀这个大象 没有问题 大象的源头给这个射人 咱们反身可以看到这个小牛 金牛座打的还蛮凶的 直接原地咬耳 大象技能咬起来之后 那前期嘛 这种敌方这种脆皮 乱打乱有理 几波团 咱们就把优势给打回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个 3-2-5的一个战绩 咱们家爆发了10个人头 有8个跟我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那像现在咱们中单比较狠的一些英雄 有谁呢 有这个冥王 傀儡 这两个英雄可以说是 把这个高端局的这个中单 真的是给霸占了 这俩英雄真的 刷起来这个能力 太恶心 太恶心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英雄 都会被勇气战神给克制 因为勇气战神在前中期的爆发 真的是只要队友不是崩的太厉害 敌方装备更新的太快的话 基本上一个大招技能 像星辰傀儡啊 或者是隐魔这种东西 这样的就是真的得喊爸爸那一种 太难受 好那这边继续杀一招 大招技能直接咬起来Q技能跟上 好那这边这些精英战士 这你妈什么歌好难听啊 切手歌 刚刚那首歌真的把我自己听的有点想死 那首歌叫毕业歌 好那这边可以看到 夜行人空了一个W技能 空了一个Double服 就敢打这么浪 那这边咱们家的 圆珠 不是 这俩人互相牵上人头 这个圆珠S了一下 这个鸡牛也S了一下 好这边回家补给一勺 那这波回家补给的话 可以直接把我的引导给做出来 那敌方线节奏已经打得非常的乱 这先生昆虑也是一个必死的一个节奏了 这双子自己把自己给浪死了 要死 没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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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被这新人傀儡在塔叫套了一个RG呢 还在那里浪 还在那里浪 然后被塔给点了几下 你说疼不疼吧 那这边咱们家队友因为打了一波 就是特别犹豫特别犹豫的一部团 就想打又不想打的那种 因为这导致了直接就送了三个 送了两个 那这边我引导过来挑一个脆皮来杀吧 这练魔者肯定是要杀 因为他们家他的控制是非常非常满 那反身扣一下这个擒蜻巨神 这边再点 点 就点你 还有三秒 我有大 他这边没了 这边我还是有大的 还可以继续杀 Q技能 帮助金流击杀一手 那这边大手技能捆起来 杀我队友 要你命真是 但圆着 圆着统领这个人头抢的我不是很懂 他这个人头真的是打的 让我瞬间就心寒了 那这边我的加点 大家可以看到是 WE咱们是对点的 因为这一把的话比较顺 像通常咱们逆风可以主W点 顺风可以主E点 打个僵持级的话 你也可以根据就自己的一个杰作来 判定这个加点 主E是主输出 然后主W主一个生存 就是自己可以就是 精英争选的一个 奥义选择加点 好那这边 练魔者跟咱们家的 暴力狙击对抗 喝多了有点 我们赶紧赶过来 那下件装备 我是打算去出一个 大引刀 大引刀这装备可以说 对于 这些隐身类型的 敏捷英雄来说 非常非常有用 就比如说这个勇气战神 他做了一个 眼尘类型的一个刺客 可以说真的非常非常恶心 好那边 游战骑士一套 抗拨打下来 那这边反身 我是要留这个 一阶斜神 但这边并没有的 双子成功空大 那并没有选择 继续深入去追 因为首先敌方 在一个塔下 其次敌方控制技能实在是太多 那这样的话 咱们家暴力之机 现在节奏已经 打起来了 然后我的节奏也打起来了 那这样的话 对于一个双排来说 有句话怎么说的 双排打不出优势 那还不如单排 是不是 但是我在H1里 说这句话 真的是放屁 因为你在H1里 单排 这个遇到妖怪的几率 真的是 我的天 天了路 真的 遇到妖怪的几率 我就不多说了 那边可以看到 猎魔这边 做演做的非常非常好 然后这边引刀 过来大引刀 这边引是没有了 还是没有赶过去 旁边有个小牛 向他蹲他 那么勇气战神 像在前中期 秒杀敌方的后排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杀 敌方那种控制英雄 真的能被 被勇气战神打出屎人 还有那些比较跳的英雄 纷争啊 或者是一些 拥有移动技能的英雄 什么海洋啊 这些英雄 真的 还有猴子 是被这个勇气战神 可以打出屎的 就你喜欢跳 就一个大招技能捆过去 你跳 你怎么跳 又被打出翔 真是 猴子只要被这个勇气战神 大招技能套住了 他QW技能全放不了 真是 那这边可以看到 直接一点 轻轻一点 留下这个沙漠蛇 完全没有问题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勇气战神这个英雄 为什么爆发这么高 那怎么进行克制呢 其实勇气战神 克制的方法非常容易 首先咱们可以去选择去出一个栗杖 然后也可以去选择出一个林肯 这样的话 是可以把勇气战神克制的非常非常死 像咱们在前期 法师可以出绿杖来躲避勇气战神的追杀 因为勇气战神 他两个主动技能 主动伤害技能 全部是物理伤害 所以说你在出了栗杖之后 勇气战神可以对你造成的伤害近乎为例 好那边点一手N字解脱 那这个技能的话 虽然说现在被削弱了许多许多 但是怎么说呢 怎么说这个技能吧 虽然说被削弱了 但是在秒敌方就血量低40%的英雄还是比较强势 那队友两个全是扔头狗 那打到现在的话 节奏已经就顺下来 咱们影气战神前期 还可以就6级之后三路游 他就没到6级的时候 你就到处乱游的话 就那种后果不厌碍遇的 那这边直接瞄到敌方的主C星辰傀儡 那敌方这个阵容的话也是一个双和 一个沙漠神进行打C 然后让这个星辰傀儡去打 但是 怎么说呢 佛高一尺道高一丈 那这边还是想继续去反杀一手 那这边大引刀开起来 没有人能杀 有 好那这边猎魔者想要留我 明显想多 好那边可以看到爆裂机大引刀 减速非常恶心 一个Q技能在三连追 人追死 那我这边与此同时空了一个回复符 大战之后必有回复吗 是吧 这全是拼人品 那这边可以就强行杀着沙漠神 沙漠神现在打的也是有点自暴自泣 他这个打法有点类似于孟三里这个张合的出装 就是出一个烧刀 然后进行三路带 但是明显是想多了 那这边刚刚咱们的圆珠骑士想要抢我人头 没有办法 这个现在爆发实在是太高 那这边的话来到下楼积积的去带 然后选择去把这个下阿塔给拔掉 像现在咱们排位赛的节奏 中单通常都是刷子居多 像那种爆发类型英雄咱们也是就怎么说呢 就爆发能力很强 但消耗能力较高的那种 英雄也渐渐的就退了 就是退江湖归身上来 就比如说这个勇气战神这种英雄 爆发能力可以说是高的离谱 但是因为打到后期的话可能会稍减乏力 然后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 就是他打前能力不会很强 所以就渐渐退出了这个 就非常非常火的那个年代 那这边可以看到敌方三人选择强杀我 但是这边咱们双子座也要大 好大人进来喷起来 但这边无奈于敌方四人 双子座陪我成功送一波 兄弟 走好 那现在中单了什么意思比较多 刚刚也是说了那种能刷的类型 就能刷能打的那种类型 比如说以前爆冷门的这个星人傀儡 还有以前比较就是咱们杠杠时代的时候 不常上场的冥王 这些英雄 现在也是渐渐就是被搬了出来 已经到了一种就非搬必选的那种时候了 就所以说没有最强的英雄只有就是没被开发出来的英雄 没有废英雄只有不会玩的英雄 那时候这版本里冥王 我记得那时候我从孟三刚转过来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冥王他的前后摇非常大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玩的那个英雄 但是他的还是那句话 他的技能原型只要没变的话 这个英雄呢 就是爆发能力以及杀钱能力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具体就看你怎么进行操作 是吧 打熟了之后 还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不过大家发现没有 像以前咱们打匹配 海洋在被削弱了几次之后 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拿出来 但是这个打排位之后真的 大家现在开始抢 各种抢 要么就是班 海洋现在应该是排位赛里出场率最低的英雄了吧 征服海洋这两个英雄 应该是排位赛里出场率最低最低两个英雄 基本上中高端局 大家会玩一些都会把这个英雄给搬了 这俩英雄给搬了 因为不搬就是要把他给那个选了嘛 那敌方拿的话 你肯定是不会让敌方去拿 那这边的话可以看到我选择出了一首刺客的标准型装备 大引刀加一个三级破亚锤 那这个装备的话 像现在 我基本上我指谁谁死 想秒谁秒谁 那当然咱们的勇气战争出装还可以去出一个闪失 也就是进化之剑 因为进化之剑 首先咱们可以破这个反甲 去用第一大神器反甲 咱们可以用这个闪失给破掉 这个进化剑给破掉 就他刚开反甲 你一个进化点到他身上 他这个反甲的作用就完全没有用了 敌方还买宝石 算了我就当没看到吧 让小牛去拿吧 那这边的话因为敌方控制还是比较多 所以我这边打算去出一手BKB 那敌方现在也是一个怎么说的状态 百足之虫死而不将吗 就是已经去见一个崩的趋势了 但是高端局的话崩也不会崩得很彻底 就是还是可以有一阵之力的 现在也是一个24-38的一个状态 我方目前是14个人头领先对面 那这边像小七 他的状态一般 怎么说呢 还不算很稳吧 他虽然说打得不错 但是有时候状态还是不是很稳 但是小七现在已经使徒了 使徒7 我才胜仙啊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好心痛啊 我跟他的胜场差不多赌啊 但是他那段时间 真的就是系统加分加的比较高 然后掉分掉的又比较少 然后我他妈打的时候 那真的是加分几分 几分加 掉分十几二十分掉 我真的 我赵之天不服 我只能这样说 好那这边直接秒掉了敌方 这个小牛 再去趁胜追击一手 那这边敌方是隐身了 那这边去选择杀一手 这给我点的 我有大啊 你就敢这样点我 真是 这边沙漠神塞下来 那这边隐身马上就有了 好那没选择从那边走 因为那边感觉是有灯 但是没有从录像掉出来的时候 是看不到这边敌方有灯的 那我也是本能的去选择一个比较有力的一个地形 那这边 好 达北京都开起来 留一手 极限粉杀一个 两个打一个 粉杀极限双杀 double kill 漂亮 自己给自己点什么赞 这在我已经残解的一个状态 对 残解状态 极限反杀 好那这边回家 今天补给一手 那现在出了BKB之后 像10秒BKB 真是10秒 10秒BKB像咱们打团 一波比较关键的 就是输出 高能输出 也顶多持续个5秒左右 像一个10秒的BKB 足以就是帮助你打完一波团战 然后脱身了 所以说BKB这东西 还是比较深浅 那这边咱们家队友 还没打团 直接被秒掉两个 好那这边金牛座 直接要大打 水波 沉沉的伤害 那这边本来是要打四个 但是这边金牛座 打残了几个 我还是可以去打一手 那这边是个阿汉 还行 我这边还是想去打一手 但是没有视野 这个沙漠神好烦的咯 哦 鞋神跳 跳壮啊 哦 W技能控我 好这边再 哎 漂亮 哎哎哎 我的天 好那边BKB开起来 他这边开引刀了 看不见他 好这边大家现在摇起来 一下两下 就出反甲这种东西的话 我觉得对勇气战神 并没有什么软用 因为勇气战神 他W技能 就可以抵消很多很多伤害 完全就是足够你反的伤 就你反甲开启那几秒的时候 咱们勇气战神 给自己套一个8秒的护盾 W技能 就足够就进行输出的时候 进行和反甲的消耗了 完全不虚拟 那这边可以看到 敌方这个阵容 手高地可以说是非常好手 因为反推进能力非常强 有个练魔 还有一个沙漠神 最关键的是他们家有个擎天巨神 有个小牛 那真是他们家反推能力 可以说是异常之强了 那边又坑了一个S 隐身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主要还是S还可以用 30秒的极限一色 那最近游戏里也是有许多许多的萌新 就路马亚你是从什么游戏转过来的 我觉得大家还是有比较清楚一下 这个HON它的运作的 英雄运作的一个系统 比如说咱们英雄是分为几大类型 智力敏捷力量 每个英雄他都是不一样 这比较类似于梦娃RPG 这如果是你从路阿路那个游戏 或者其他游戏转过来的话 你可能不是很清楚 但是咱们玩DOTA玩多的 肯定很清楚 好那这边可以看到我大耀技能 直接优先切掉敌方的千亏来 那反杀之后反身直接摇起 大耀技能Q技能双杀 那边双杀之后 能不能来手三杀TriberQ 那Q技能还有一手 再点一下TriberQ 那边还有个大象 123 你妈你他妈四杀你都抢大哥 我已经五年没有拿过四杀了 不不 我已经两年没有拿过五杀了 我每次 这个四杀抢的真的 太亮了 那这个节奏的话 英雄节奏 咱们可以就平时多看一些游戏 英雄 或者是一些解说的视频 直播咱们都可以看一下 大神他这个怎么出装 其实通常的话 咱们打高端局 每一把的出装都不一样 那水车给大家做的出装的话 就仅限于就是 一个进阶视频 新手进阶的一个视频 让你们更快的去掌握这个英雄 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 一个大概的一个出装思路 就不会就乱出那种 那边出一首蝴蝶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勇气战胜三级呢 是可以造成 某个百分之七十五的基础伤害 并且附带精准打击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这精准打击意思 就是百分百命中 就不管你是出蝴蝶 还是出什么 我就肯定能打到你 就非常非常凶 那所以大家看完这期视频 是不是决定去买一个勇气战胜 来进行你的排位上分之旅了呢 反正我觉得 勇气战胜以前 是我比较喜欢用的上分英雄 那最近也是跟着 顶尖大神的热潮 去选择玩手迷王进行上分 我已经把迷王玩的变散了 好那这边可以看到 就拉到这个新神傀儡之后 直接一刀切死新神傀儡 满起的新神傀儡 再反身一A 直接留下这个烈魔 我真的 一点不带眼 好那这边 那目前比赛可以看到 水尺克的人头比是 20-3-15 那我现在这一把 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C位来打了 一个主C 就推进能力也很强 然后攻击能力也很爆表 那这边敌方已经连破两路 离积极已经不远了 他们像C也已经死了 他们像C这一把很惨 因为勇气战胜之英雄的话 你就 怎么说 你就不出力章 不出林肯的话 你要被压制到死的 小牛 金牛这边要大 直接戳起来 好那这边我也跟上来 反甲W技能 这边开起 之后可以看到 这个输出非常非常爆表 把自己这个反 双子 好那这边可以看到 原来其实Q技能戳过来 砰 这边的话就没有必要这样打了 可以直接推掉了 这边要开启PKB 反身继续摇对面 好还是可以撩死 腻嘛 好那我这边跟小七一人拿了个双杀 那中路高地 这边可以直接推掉 差不多可以叽叽了 死亡flap已经给对面竖好了 那边还有一手W技能 那这边后级兵也赶过来了 那这边推掉低风 主高地没有任何问题 那这部视频的话 咱们到这里就 喜欢水车的可以去点一下订阅按键啊 那这样的话水车以后每出一期视频 大家都可以去学习 或者是去看一下你们想看的那些玩法 那再见 拜拜